纽约市长白思豪和教育局长卡兰萨周三公布了9月份公立学校重新开学的计划 届时将采取到校上课和线上上课混合的教学模式 学生恢复一周五天上课的学时将可以重新回到校园上课 不过大多数学生每周只需要来学校两到三次 其余通过线上课堂完成 教育局长卡兰萨指出出于防疫的考量 到校学生和员工必须佩戴口罩 限制教室人数为9到12人 尽量使用体育场或餐厅等更大的空间上课 学校也会在每晚消毒教室 不过家长仍然可以选择让孩子继续留在家里远程上课 白思豪表示9月份的复课关系到全是110万学生 根据教育局此前的一次调查 纽约市75%的家长希望9月份学校重新开放 不过纽约州长库默也在周三表示 尽管白思豪已经出台方案 但能否开学的最终决定权仍在州府手里 另外教师工会方面也对学生返校上课的方案表示质疑 新唐人记者韩瑞纽约报道 纪 Union 铃案 室内 纪定